有一个人 他老公外面有小山 又是这个问题 然后他快崩溃了 崩溃了 他快死了 活不下去了 也准备去跳楼了 后来说在你跳楼以前 要不然你去问会立法师 我是负责跳楼的 这一方面的 好像观世音菩萨 亲所前沿的什么都旧 后来他就来 他快去自杀了 已经崩溃了 就来找师父了 刚好有一点时间 不是每一个人来 文书讲堂都找得到人 有时候师父出国 或者自己自行去进修 我就问他 来自何人 他说我某某人 奖金不能再讲出来的名字 讲出来是很没有口德的 我说来自何人 但是我某某人 我老公怎么样怎么样子 我怎么办 我快死掉了 我说 那你老公几岁了 说我老公啊 六十五了 什么 看到爷爷的年龄了 他说我老公六十五 看起来还挺年轻的 我说那你怎么样 外面那小山 那你怎么办 他说我跟他辛苦一辈子的 太对不起我了 太对不起我了 我说告诉你啊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帮我回答 你现在有房子吗 他说有 你有现金吗 他说有 银行有储存利跌吗 有 你身体还怎么样 身体还行 孩子呢 孩子很正气到美国留学 我说那很好 那所有条件都具足了 那你去死的时候 那不是 便宜的那个小山吗 他说对啊 我说没有想到这一点 是啊 你死了就完全没希望了 留下来就才有 财产才是你的了 说是是是 我告诉你啊 好的男人都跑去出家了 剩下的路边摊自己选了 路边的男人没什么好的 也不用选了 不过我们在座的男人是好男人了 因为我想活下去啊 一定要这样讲了 他说那时候那怎么办 我说你看过那个计程车吗 计程车啊 有出租的 租出去的 他说对哦 租出去 那个房子多了 租出去了 说的也是哦 现在我告诉你啊 改变一下观念 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 你应该你老公改变 我说你有没有能力改变你老公 他说我没有办法 那两个人呢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活了 嗯 土汉相争了 必有一死 我说告诉你 你观想一下 人家那个房子也有出租的 汽车也有出租的 暂时租出去 还有这样子啊 要不然你怎么办 你告诉我啊 你有什么办法 你说说看 六十几啦 还有什么 谈情说爱吗 花钱夜下吗 清清国我老的 牙齿都快掉光了 还要去接纹吗 你不怕他的假牙 全部掉下来 这个说不过去 六十五啦 有的人寿命都很短了 都装进去棺材了 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还这样担心 是不是啊 说的也是 你记得 你要不要报复 你的老公 说我要报复 我告诉你 你把自己活得很好 活得快乐 就是最好的报复 哇 他现在改变了 听信送给agua 你知道 repo